中心经纬5月14日报道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31省份 2024年4月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中心经纬数理发现4月 23省份CPI同比上涨 其中江西物价连续两个月零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4年4月 全国CPI环比上涨0.1% 同比上涨0.3% 同比连续三个月上涨 中心经纬数理发现 4月31省份CPI同比上涨省份较上月翻翻 其中23省份同比上涨 3省份持平 5省份同比下降 上月涨平跌省份分别为11个 7个和13个 具体来看 江西 青海 内蒙古 黑龙江 江苏 湖南 甘肃 湖北 天津 浙江 广西 海南 重庆 西藏 安徽 河南 贵州 云南 北京 辽宁 广东 吉林 山东等23省份同比上涨 上海 陕西 新疆同比持平 河北 四川 宁夏 山西 福建等5地同比回落 另外从增减幅来看 4月30省份CPI同比数据较三月上涨 广西 西藏增幅最大为0.6个百分点 宁夏与三月持平仍为下降0.2% 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表示 4月CPI同比涨幅回升 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当月猪肉价格同比涨幅扩大 蔬菜价格同比由负转正 有效对冲的水果 鸡蛋价格同比降幅扩大的影响 二是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 以及上年同期基数下沉等因素影响 4月非食品价格同比涨幅扩大